是由齊一 齊一在嗎 帶來的 綠洲計畫 大家好 我是綠洲計畫的齊一 那我們的計畫是為了改善 特殊選擇學生 他們所面臨的困境而誕生 那什麼是特殊選才呢 特殊選才是一個 不採取學測成績的神奇管道 但是你必須要夠偏才 專學跟勤學 你才有可能在這管道當中 脫穎而出 錄取大學 但是這個管道 它目前也 大概 實行六年的時間 但還是有許多的高中端的老師 不知道什麼是特殊選才 這又導致了 這些特選的高中生們 他們面臨的資訊不足 學校的不重視 以及資源落差等等的問題 而這些狀況跟問題 也跟導致了城鄉 不同地區學生 有著不一樣的表現差異 因此我們希望能夠打造一個 專屬特選生的交流平台 來改善這件事情 我們在這個平台當中呢 我們目前在Discode上面去做 那現在已經將近有超過500位的成員 那我們也曾經呢 製作了大概五期左右的Podcast節目 未來也希望能夠朝影音相關節目去做 那我們也舉辦了線上實體的活動 然後我們希望能夠繼續往下做 並且能夠幫助這些特選生 能夠在他們沒有資源的時候 能夠在當中獲取相應的資源 我們Discode平台 我們目前是提供了不同的類群 不同的類群 然後希望能夠讓學生在當中 能夠針對自己的專業意見 跟相應的老師 甚至是學長姐們 能夠在當中進行討論 那我們也提供自介版 我們希望能夠以實踐 這個開運文化的方式 讓學生或者是成員 或者是以前的特選生 能夠在當中分享自己 在特選當中的經驗 以及相關曾經製作過的被審資料 甚至是面試經驗等等的 來幫助未來的特選生 那我們也會在當中舉辦線上的活動 而我們現在 我們已經辦了四場 線上活動 一場的實體活動了 那我們 那 這個 我們辦了這個 第一個是導生計畫 那這個 這個計畫呢 我們是希望能夠在 幫助這些高中生 能夠尋找自身的亮點 在特選當中的亮點 並且被審準備的新法 那我們也跟Locker合作 辦了三場以上的特選 特選的這個 歷程的分享 那我們也跟嘉義市政府合作 舉辦了一場 特選的實體的交流工作方 綠洲計畫希望能夠以開文化的精神 打造臨門檻的學習環境 最後達成共好共學的社群氣氛 因此如果你是特選生 或者是你想加入團隊 一起改變現狀的大專生 高中生 甚至是社信 我們都歡迎能夠等一下 跟我聊聊天 然後或者是掃描QR Code 一起來加入我們 來改變現在這個 特選生 他們所面對的資訊 資源資訊不足的情況 謝謝大家 歡迎大家加入 謝謝齊